老师 昨天的道琼下刹800多点 而在今天台股同样是下刹400多点 全球股市尚未止跌 究竟什么时候才是最佳买点呢 所有的答案就在节目中告诉你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战国策 我是主持人紫山 今天是3月8日台股开盘在17000点 而在昨天美国股市则是开低走低 四大指数收盘是全数的来进行下跌 且下跌的指数是超过了2% 那当然接下来美国股市会不会继续的 来承受于我们乌二战争的一个影响 而对于台股又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当然最专业的股市分析 还是要交给最专业的分析师 雷光老师 十三好 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3月8号 那首先在这边 祝全国的妇女们妇女节快乐 今天跌了400点 然后乌二战争还是没有有点要言和的动作 但是我相信在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市场 都有做一个调整 那这个调整呢 相信他们现在可能也是无能为力 做一个扭转乾坤的动作 但是我却认为他们已经做好 进场的那一刻 那今天呢 有一档个股 所以我12月6号说的 现在是111年的3月8号 那我在110年的12月6号到现在 终于 老师讲应该是不止那一天啦 应该是那一个 这个这档股票 一更名上市之后 对吧 我们从那一天连讲了几天老师 这个倒是还可以啦 但是待会各位 我在看一个盘事的时候 其实不应该这么说 应该是说 假设今天我们要去了解一件事情 我们应该是看他整个面 然后去揣测他的动机 重点是动机这两个字 那当然在动机之前 那这个的这些 这些的发行的动作 都会有一些很多的利多的消息 来去做一个 我不敢说散动 我不敢这样子说 但是呢 总会有一些铺陈的动作 那这些的铺陈呢 那很可能就要靠大家的想法 去相信他 或者是不要去做一个 相信的动作 不管现在的五二战争 影响到了全球的股市 那也不可能 我们今天台股 今天在这个波段 又创下了一个新的低点 但是呢 在整个动机的状况 我们要去了解的就是 最后一步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做 而那一步 是不是即将到来 那有一档股票呢 12月6号 我就告诉大家 那一档股票叫做 6770的利基电 这档个股在上市的时候 当天上市 我就在节目上 跟各位做了一个报告了 什么报告 我就告诉大家说 我看到了动机 我看到了动机 那我把这个动机 当然不能在节目上 去做一些攻击的动作 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各位请各位一定要多包含 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讲 我还是跟大家讲 他12月6号的震荡的那一个幅度 然后留下了那个下影线 到底他的未来是做一个上涨 还是一个下跌 我很清楚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他是要下跌的 那当然我也不会去做一个预测 他会下跌到多少钱 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在相关单位来讲 我如果去做一个预测 这个是一个违法的 但是今天我终于可以公开这个股价 各位了解吗 这个股价我放很久了 12月6号我就放到今天 有跟我通过电话 有流来上来的 我相信在12月6号 你看到我告诉你这个的价位的时候 你是打死不相信的 为什么 大家都认为他疯了 因为那个时候 全市场的分析师 没有一个人说这一档不好 对 大家一定说我疯了 一定会说我疯了 而且还准备看着我的笑话 无所谓 我被各位误会 我觉得无所谓 因为我有我的专业 我有的专业 我们来看这档个股 我们看这档个股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利基电 这是他今天的走势 今天最低来到49.7 49.7 各位 你们知道我怎么跟大家讲利基电的吗 我有一段VCR 12月8号的 他的蜜月期的第三天 蜜月期第三天 我就如此说 如此斩钉截铁的说 如此愤慨的说 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相信我 各位 我不晓得你们会相信我 我们进VCR 记得12月6号吗 12月6号 我在讲这档个股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说 如果说你们手上有这档个股 麻烦你们赖上来 我真的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有这么多人手上有这档股票 真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只想到一个名人 哪个名人呢 那个名人叫做牛顿 那我想到他干嘛呢 因为我想到他还讲一句话 各位你知道 牛顿他有参与股市的操作 你相信吗 牛顿 我讲的就是对的 然后他为什么会参与股市操作 因为他认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科学家 这个是全世界都不可否认的 他跟爱因斯坦是 是那个齐鸣的 是齐鸣的 所以呢 他后来惨败离开股市 然后对股市跟他下了一个定义 他说 我可以预测宇宙之间的天体运行 但是我却无法预测 人性在股市中的疯狂 各位 我真的不晓得 有这么多人买这档股票 我不会去看图说故事 我会告诉你一个真相 但是终于有一个人卖掉 有听我的 各位 有 各位 这个是12月7号 12月6号 他赖上来 老师你好 想询问你节目上所做历练的走势 好 我说没有问题 他都跟我说他是抽到的 我说OK 然后呢 我跟他说 不要去预设股价 留上你线的那一天就卖掉 懂吗 好 这个时候是在几点 当天12月7号早上的8点50几分 他9点7分赖我 跟我说他卖掉了 谢谢老师 我不想讲那么多 各位 如果现在你跟我通过电话的立基店的投资朋友 请你重新再回忆一下 我告诉你什么 我告诉你什么 你们都不相信 你们都不信邪 没有关系 好我们回到现场 12月8号说的 有没有准 这公道自在人心啊 觉得很正确的朋友们 接下来 该怎么走 我们先看6770的这个解释好了 好的 我们来看这里 各位 这个是12月6号 非常的清楚 12月6号 那12月6号的前一天 他的股价是80.3 那个时候还在新贵 那当然在新贵来讲的话 如果说对于一个有准备的一家公司 他准备要从新贵 转往到上市或上柜的时候 势必在这个地方 他整个的计划都已经安排好了 那这个计划我们也不用去衡量 但是呢 我相信他对于一个投资人来讲的话 这些都是一个利多的消息 因为他不可能去讲一个不好听的话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却这样子跟大家讲 因为我看到的不是股价 我看到的是动机 是动机 所以那天流赖上来非常多人 然后越聊我越愤慨 我真的越愤慨 因为我 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呢 各位 我们来看一看 12月6号 到底有多少人赖我 我截录几个 不然真的讲不完 讲到 讲到年三十 我还是讲不完 因为赖人太多 太多了 就像我跟刚刚在VCR上面 跟大家讲的 真的是人性的疯狂 我们看这个地方好了 我们看这里 各位 这个是12月6号 这边 这个12月6号 就是他赖进来的日期 了解吗 好 然后他说老师我有日期店 我说好你好 然后他有 兩张 六十八元 两张 我说好 那他说我想了解今天上市 要马上断吗 我问他说上市价 上市价多少 您应该知道吧 我直接就回答这句话 上市价多少 他说目前49.9上市 各位 49.9上市 这个数字 你一定要把它记清楚 我说好的 那新贵价格多少 这个后面我就不跟大家一起分享了 我们再看下一张 一样这个也是12月6号 这个也是12月6号 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他也就是说 有看到您说利基店 今天乱众矚目 当然12月6号上市 当然是乱众矚目 而且他又是半导体 而且跟台积电 连店都有绝对的关系的一个产业 好 那我也有入手 那他说他在新贵买的 买了这样的一个价位 然后呢 我问他说 还会再想加码吗 他说看蜜月期这五天 会再冲高吗 以老师的经验 我问他说多高你会想卖 他说我有点跟风 我没有很厉害 我看留言板 他看留言板 大家都说一定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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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涨到 100元 这句话有 几个关键字叫做大家 一 各位好像不是是大家 有赚钱的才叫做大家 没有赚钱的 那叫做你而已 好 那接下来一定 还有一个100 好 三个 那既然 留言板上大家看到的 或许这个投资朋友有利基店 看到了100元 各位 很多的事情呢 道听途说有时候会有用 但是不是每一次 但是我却可以相信 有更多次 是会让你有不好的回忆的 再看下去 一样这个也是12月6号 好 有6770 有6770 然后我再问他说 今天6770的蜜月行情可以接受吗 他说等 那就是等 是不是要一定100吗 我想应该也是这样子的 好 那手上资金全压力6770吗 他说是 你是信仰性投资吗 他说不是 各位 你们知道什么叫信仰性投资吗 我也很想知道 很多投资朋友一定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一定没有听过什么叫做信仰性投资 因为很多人都是认为 我是看财报投资的 我是看基本面 我是看期数分析 或者如何如何的 但是就是没有看到信仰性投资 但是就是没有看到信仰性投资 我这样子做一个举例 我这样做一个举例 我不晓得这个人物 我大概会举例两个人物 其中有个人物各位是一定知道的 但另外一个人物 各位可能就不一定清楚了 第一个就是好 冒昧请问 如果我讲鸿海你会想到谁 相信大家都会想到郭台名字三个字 对不对 没有错 如果我讲阿土博 你会想到谁 很多人可能不认识阿土博 但是如果说你认识阿土博 你听过阿土博 我相信你一定会联想到 鸿海这两个字 为什么呢 因为阿土博这位投资人 就是都会去买鸿海的股票 那他为什么会这么迷鸿海的股票 这个我就不在这边做叙述的动作了 但是呢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是一个信仰性投资 那今天你去买了一个利基店 或许你听到一些很多的利多的消息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有跟着一些 跟着这些人一个风向的一个信仰 所以我才会问他说 你是信仰性投资吗 各位我现在讲这样子的一个解释 可以接受吗 好他说不是 那我再问他 那你知道2018年以后 新上市贵的下场吗 这个地方就牵扯到很多 什么叫很多 各位你知道 2013年上半年以前的借壳上市 2013年下半年的借壳上市 还有2018年以后的 了解吗 我们再看下一张好了 好 这个投资朋友有听我的话 他有抽到一张 然后呢 12月7号 盘前我告诉他 不要去预设 股价流上引线的那一天就卖掉 懂吗 后来他在9点7分告诉我他卖掉了 只有这个人一张把他卖掉了 再看下面 各位 这个地方 他告诉我说 他做存股 我就说好 然后呢 我想知道 你们分析师 各位 你们 这个地方 小小的建议 以后就指我就好了 不要吞你们 很多同业 我比不上他们 我比不上他们 请不要摆在一起 就指我就可以了 好不好 谢谢 好 大家有机会三位数 对不对 还在三位数嘛 就一定100嘛 所以那个 那个风向就非常的明确 好 我说 如果你知道现在有人在操作立基店 而且是往下 往下 各位 12月7号 蜜月期第二天 只有我敢说往下 您会怎么做 这个投资人非常勇敢 再多买几张 各位你知道 当下他写这句话 我什么心情 各位你们知道吗 无言 我真的是 算了 我们再看下一张好了 好 不怕套 越放越久 不怕套越久吗 他说剩两张 砍不下去 我记得 承销价是49.9 各位 这边还是要提醒所有投资朋友们 为什么我们要用 老师都会用一些比较隐晦的方式 来提醒各位呢 不是他故意想要把话说的这么难懂 很多的投资朋友们赖上来说 你都讲一些听不懂的话 你就直接跟我讲什么什么 我们会被抓 这是个重点啊各位 因为其实老师本身呢 是有受这个监管机构的一个监督的 他不能够随意的 像非指定人士来透露这些价格 好 股价 还有哪一个时机点 再者 真正的买卖点 绝对会是在盘中 或是在盘前才会出现 不会是现在预设价位 对不对老师 各位现在看到是12月16号的 也有投资朋友带赖进来 因为我一直继续讲 我就怕大家不卖 我就怕大家不卖 各位 这一个 这一个成销价 这个成销价的三个字 我是在什么时候 我是在12月6号 当天就跟他讲了 就跟大家讲了 12月6号 当天的上市价 就是从49.9开始跑的 清楚吗 那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个line上面这样子写 因为我刚刚讲过了 我们分析师不能做预测的动作 不管在任何 我分析师 任何一个地方 但是呢 我尽量不去做违规的动作 如果各位听得懂 那就听得懂 那就听得懂 如果听不懂 我会告诉你 要不要通电话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也跟我通过电话 我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我这边想要问 既然今天他都已经 今天的6770开盘是在大概50多 最高51.6 50.6 开盘的时候 然后最低也到了他的这个49.9 现在是要触底反弹了吗 这绝对会是投资朋友们最想要知道的一件事 要触底了吗 这是他的底了吗 我这么说 假设我在这的 好的股票 好的股票 我不一定会在节目上介绍 为什么呢 1800档的股票里面 我可能一年在超弱的时候 可能20档出头而已 了不起了 了不起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选的一定是最强的 我一定选最强的 所以说你是我的忠实粉丝 你一定知道我说 吴老师选股只有一个 如果这个股亚的涨幅 没有达到吴老师的标准 吴老师就不会去选他 没错 我就不去选他 那今天如果我说 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去买立基电了 或者买其他的个股 各位 我会这样子回答 如果你能够找到一档股票的同价位 你可以涨的比我多的 我一定会建议你去买 如果今天你找到一档股票 同价位 你会涨的 整个涨幅比我低的 我不会建议 反而我会建议你去买 我给你建议的那档个股 我这样讲 各位你们可以接受吗 所以这档个股呢 我们先不去考虑他什么时候可以买 什么时候不能跟我买 但是这样子一个跌幅 我可以在12月6号 把这档股票的动机 在节目上完完整整的毫无保留 跟各位做报告 还连报告了五天 被我们整个研究团队骂 各位你们要相信我的专业 接下来不管是立基电 或是与之相关的 还有包含连电 操作的方向会是如何 提醒各位 萤幕上方的QR Code 帮我们输入 记得今天的关键字叫做反击加1 什么反击加1 不管是可能俄乌战争 乌克兰有没有要做反击的动作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是明显有的 那在股市当中各位要不要做反击呢 这个是很明显的 我觉得有需要要做反击的动作 提醒大家今天关键字是反击加1 萤幕上方的QR Code 帮我们进行输入或是扫描 或是输入账号94888BBIEP 记得留下手中持股张数成本 以及你们最重要的电话号码 有时候老师说话 可能maybe让各位听不太懂 但这个就是因为有法规的限制 假设各位想要听得非常明白的 那就麻烦各位 手机电话号码自己留下来 跟老师进行通话咯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台股 刚刚也讲到信仰式的投资嘛 我们先暂且不提了6770 有一档叫红海 这一档我真心的很想跟大家说 他不是不好 但老师为什么买红海的投资朋友们 没有办法 我们就最重要一件事 大家进入股市是什么 远赢 要赚大钱嘛 想赚大钱 想要有被动式收入 但买这一档的投资朋友们 都会有一个疑虑是 老师为什么我们每次 他发展很棒啊 财报也OK啊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赚大钱 这件事 不为人知的事情 我不在节目上说 因为如果说 说出来 相关单位反而要我去举证 这个就很麻烦了 但是我把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再做一次讨论动作 在 我记得 大家应该也会记得 在富士康的那个时候 应该在十年前吧 那时候不是有一些 一些就是 因为血汗工厂这四个字 造成有很多的员工如何如何 对不对 我想讲各位应该就很清楚 然后呢 那这个时候 他那个股价大概在120 130 那个时候的股价已经遭受到外资的迟移了 各位我这句话是重点 所以各位你们可以看 从那个时候一路下来 最高可能就一次来到120到130之前 后面就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的压力去占哪里 这个就非常重要 那如果今天你去买鸿海 我没有说不好 但是我只是说 这档个股的涨幅条件不是我要的 那现在 现在有什么样的个股会更好 各位 现在不要考虑的是个股 要考虑的是行情 什么行情呢 我们看这个地方好了 我们看这个地方好了 各位 我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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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5号 1月5号的高点 18619 然后呢 各位还记不记得109年 109年我们 我们的台股也受到新冠肺炎的事情 然后一路做一个下 一个下跌的动作 然后一路跌到什么 一路跌到3月19号的8523 8523点 从12000出头点 一路跌下来 一路跌下来 那跌下来之后 它的一个位阶的落点落在哪里 落在一个新的一个低点 落在一个新的低点 而这个新的低点的日期叫做319 好 那现在111年 111年 我们 我如果没有记错 二乌战争也是从 是从12月开始 是从去年12月的耳闻开始 一直到 一直到 这一个月才 才变成一个 行程的一个开战的动作 那这样子一个 条件的状况之下 假设 这个幅度 这个幅度 它已经到达了一个 新的一个位阶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 可以在这个地方 随时做准备 我没有说要买进 我没有说现在要如何 而是各位 你们就不要再一直往 一直把心情弄得不好 不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现在的一个3月份 跟109的3月份 它是同样的一个行为 比方讲它是大落的 那这个时候它会大起 我这样讲各位了解吗 而它会大起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反击点 会在哪里 提醒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接下来 有想要跟到大起的朋友 相信很多的投资朋友们 一定不会陌生 去年的大起 是在什么时候 3月23号先提前告知 3月24号 带着会员朋友们 进到这个特定的产业 那这个特定的产业 其实在今天 也有一波的神操作 带着会员朋友们 卖在开盘机 是高点的这个地方 我们给大家看最后的一眼 假设你们不知道 钢铁 今天的开盘是多少钱 手中的钢铁 你现在抱着 怎么感觉越跌越多 提醒大家 萤幕上方的QR Code 或是书章的94888BBIP 记得要输入今天的关键字 叫做返极加1 留下手中持股张数股价 最重要的是手机电话号码 会由雷光老师 一对一的来为各位进行服务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 为了要防止雷光老师 再说出一些不太适合 在节目上面说出的问题 我们这边节目也要到这边 告一个段落了 雷光老师感谢他 然后我们跟投资朋友们说个拜拜 拜拜 今天的影片投资朋友们 记得帮我们股市战国策 YouTube频道以及粉丝 按赞订阅分享小铃铛 记得打开哦 股市战国策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特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那今天要再跟大家报告什么呢 今天我要再跟大家说 627的同心变 4919的新唐 9月17号 上个星期五 在18号 就开直播送给各位 户居加一 很多投资朋友 都有来说讯 我也非常高兴 而且我的节目 好像越来越多人看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呢 在9月22号开牌的时候 有随着我们大盘做拉股的动作 但是没有关心 强势的股票 永远是强势的股票 先向我目前就介绍到这边 再来呢 跟各位介绍什么 再来跟各位介绍的是 最挡个股 汉蕾加一 汉蕾加一 所以在我心目中呢 在电动车里面 中高 它不算中高价格 我个人认为它 专通价格 在百元纪录户左右 它的面前的股票在130 但是它的趋势呢 我们看它的实体员现 各位 3707的汉蕾 它的趋势是 旅创新高 旅创新高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 10月5号 我也介绍过 也有汉蕾加一 那它也在10月之后呢 10月5号之后 也做了 做了一个上涨的动作 甚至涨天板 那昨天呢 它也做了一个涨天板的动作 未来的股价 我是看好的 你会问我说 吴老师 你看好到哪里 各位 它现在是二 一字头 你觉得它会不会来到 二字头呢 这样子 你创新高的一个电动车